江西家常菜 我是令子,江西人甜點師 今天做一道經典的江西家常菜 幹男小炒魚 先來備料 將片好的草魚切成魚塊 蒜,江,切小片 紅尖椒對半剖開 去籽 切菱形片,備用 切好的魚塊加鹽 生抽 醇 料酒 澱粉 抓勻,醃製10分鐘 接下來起油鍋 油溫燒至7成熱左右 下魚塊炸至金黃 沸騰湯 出鍋瀝出油份 並洗一鍋 倒少許油 下姜片 蒜片 煸出香味 倒入高汤 生抽 和料酒 再撒一点盐 糖 调味 然后放入鱼块 煎焦块 炒匀 让汤汁的味道完全渗进鱼中 接着加陈醋 水淀粉勾芡 翻炒均匀 盛盘 撒上葱段就完成了 这道菜之所以叫小炒鱼 是因为它其中必不可少的一味调料 橙醋 在我们江西干南的一些地方 把橙醋叫做小酒 所以这道菜是小酒炒鱼 然后久而久之就是小炒鱼 这道菜的关键点是要先把鱼块过油炸到外酥里嫩 之后炒的时候要先爆香小料 然后不会迅速地先把鱼块下入 而是先用高汤然后调好味再下入鱼块 这样可以避免鱼块在锅里炖煮太久 然后变得软烂 在我们家乡可以用米酒来代替料酒来烹饪这道菜 这样的话可以让鱼块更香甜 地团